酷的聚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一伦 在初恋了那么多年里面饰演颜柯 用三个词形容自己 优柔寡断 优优寡断 如何正确吸引到钢琴王子颜柯的注意 要留下一个非常特别的印象 其他正常人不会给你留下的那种印象 小熊一开始留下的印象也不能算好的吧 可是很特殊 他很特殊 熊一凡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我是一个比较细心 比较细腻 然后想的比较多的一个人 那小熊是一个比较直来直往 比较粗线条 比较扑居小姐的一个人 对 所以我觉得两个人搭起来的默契 会产生那种滑雪反应 孙别为你和熊一凡 堂堂白宇泽的CP感打个分 我跟小熊肯定是十分 我们是十千十 白宇泽 白宇泽 五分吧 相爱相杀 堂堂个四分吧 恋人未满 友达以上 最深印象的应该是在天台上面的庆生 这个是最美好的一段回忆了 专屏和熊一凡二选一 没有办法选这个 一个是爱情 一个是面包 熊一凡问你这个问题 你也回答不上来吗 我也回答不上来 他可能要揍我了 没有办法 当时接演这部剧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 是因为我觉得他在传递一个观念 无论今天你喜欢的那个人是谁 不管他是男生 不管他是女生 他是高的矮的胖的 这都无所谓 因为你喜欢的是那个人 所以不需要去想那么多 这个是颜柯在长大的过程中 从高中生到大学生 他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本人和颜柯这个角色有什么相似或不同之处吗 比较相似的地方就是想很多 在生活中做一些决定的时候 我会去想得比较久 不像的地方就是 我其实在表达上面比较直来直往 不会说太去委婉的去讲一些事情 我向来是喜欢人 我就会直接让他知道 因为我不希望去产生任何误会 拍摄这部戏的过程中 有哪些难忘的回忆吗 有一个回忆是让我非常印象很深的 因为我们拍摄是在青岛拍的 那个时候我们拍的是冬天 所有人穿着各种厚的卫衣啊 加围巾啊 还有大衣啊 所有人快被热死了 可是因为我们大家感情特别好 所以我们都会一起点外卖来分享啊 或是买个冰棍啊什么的 对 这个就我觉得还一起共难的朋友的那种感觉 和万鹏合作下来感觉如何 很开心 我觉得我俩有一个默契存在 越拍到后面越知道 怎么去给彼此丢球 怎么去接彼此的球 很放心的一个状态 你完全不用去担心说接下来会怎么样 因为我知道有他这场戏就一定会 是我们两个共同想要把他做到最好的 私下万鹏和熊一凡这个角色 有什么相似或不同之处 有一些地方我觉得挺像的 唯一不像就是他比熊一凡聪明 我觉得熊一凡不是那种特别精明的女生 对可是万鹏很聪明 很直赖直往 很easy going 他不是粗线条 可是他很好相处的一个人 对就是你任何人在他身边都很舒服 天中很多亲密高甜的戏粉 拍起来会害羞吗 不会不会不会 都几岁了两个人也都演过戏了嘛 对不对 就其实这些都还好 觉得这部剧中最甜的互动是什么 我觉得是在台上演出那个当下他在台下支持着我的那种感觉 我会觉得这个浪漫是因为你把这个东西换到现实生活里去想 就是无论你去做什么事情 有一个人是这么无条件的去支持你 他愿意在台下看着你这样子 然后为你欢呼 为你鼓掌 这个时候这个我觉得很浪漫 生活中觉得自己是一个浪漫的人吗 我觉得我跟颜柯这一点有点像 就是我俩觉得的浪漫都不是那种普罗大众都会觉得特别浪漫的事情 可是对我们来说这件事情是很浪漫 比如让你设计一个特别浪漫的约会行程会是怎样的 哇 我觉得这个要分人 比如说这个女生她很喜欢某一位歌手 你带她去她的演唱会 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是要针对人而不是事情 生活中什么样的女生能吸引你的注意 我喜欢有幽默感的女生温柔一点 撒娇 我很吃这一套 我也很爱撒娇 那性格上会选择相似型还是互补型 假如你选一个个性都很像的伴侣的话 你会很开心 因为你知道她知道你在想什么 可是又会有不开心的地方 当她的意见跟你不一样 或者她的想法跟你不一样 就会觉得说你应该是懂我的 我们俩这么像 就会有这种上面的纷争 假如个性是比较不一样属于互补的那种 可能我会比较偏向这种吧 因为两个人可以互相去学习很多东西 假如我是一个很急躁的人 然后她是一个很沉稳的一个人 那她就可以告诉我说 这些事情其实可以慢慢来 那我就可以学习到一些东西 太甜了 颜柯学长就是糖做的吧 柯柯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颜柯太会了 我觉得糖分这个东西是两个人所创造出来的 所以假如说颜柯是一颗糖也不太对 这个糖呢是两个人制造出来的一个化学反应 所以一定要把剧情看下去 看剧照好甜啊 阿姨我又初恋了 谢谢这位阿姨 OMG 太甜了太甜了太甜了 颜柯学长我可以 我也可以 我也希望我可以遇到一个像颜柯学长的人 卖呼死了 全程咧嘴笑 太多轻轻抱抱举高高了 你的嘴会酸吗 看了那么多小甜剧 甜甜的爱情什么时候轮到我呀 相信你看完这部剧之后 你就会马上找到你的真爱